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主要想模拟一下他提出来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打法 他说呢每一靴呢头三手先观看把这个规律找出来 然后呢下面呢就用这个这个顺序不停的打 然后用这个直揽的话呢输了四口停两口然后再继续打 每靴呢应该十个驻马换台 这个呢我觉得有点少啊我先没有没有具体做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呃因为我觉得测试之后呢有时候这个十个有点少 经常赢的很多因为是直揽 所以呢我就先先不设置赢看一看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呢这个5000的本金呢打的时候经常能突破7000的还是不错的 好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模拟的这一手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模拟一手 呃赢了2500 所以我还决定还是比较多的啊 已经突破了我们这个2000的线 呃所以我觉得 只赢可能十个有点太少 好了我们先看一看我们怎么压啊 呃前三手结果是闲桩桩啊 我们压闲闲闲桩桩啊 这个这个打合啊 没有算闲桩桩 呃一直压啊 这个闲桩桩桩桩一只往下压 呃如果我们输一输二啊 一直往下看啊 如果输了四口呢 我们就停两口啊 哎这个就四口一直没输啊 这个相当不错的 我可以再看一下 呃这个我们打装闲闲啊 盒都去掉啊 盒装闲闲 我们再看呢有没有输四口的时候呢 呃好这个地方打到最后呢 输了四口 我们停两口再继续打啊 呃 这次呢我们赢的不多啊 一千三百零五 呃这个呢我们就输了一千 这个得说输了十口啊 因为是直揽的关系可能输的比较多啊 呃这个呢我们是这个一直打闲的啊 前三口都是闲啊 呃可能断了几次啊 为什么呢我们能看出来啊 呃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是得说输了净输了十口 看到没有啊 因为整个呢我们都打闲的话呢 呃装装是比较多的啊 装比闲多了八口 所以呢我们开始都打闲的时候呢 呃一开始不错 后来我们遇到的装比较多 我们就输回去了啊 呃从这里看呢 这个其实和压平柱差不多的啊 他输了这个十个柱嘛 呃一百块的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都打的话呢 呃输了九口啊 得说净输九口 即使啊 懒妹的变化来说 究竟输的还是一个啊 所以和打平柱可能也差不多 好了我们再看一看 哦这个呢就输的比较多了啊 这可能就是因为懒断的关系啊 我们打装装弦 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出现了弦装装啊 比较多 弦装装 弦装 弦装 弦装啊 好这个呢我们是打单跳 弦装弦啊 我们看这个 呃输的就相当多了啊 好像连断几口啊 大部分都是说的 呃都是输的啊 呃 我们打单跳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打的是反单跳 也许应该 应该是有止盈啊 呃 输的好像都是中间和后面的 你看这里赢一口两口 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七口八口九口十口 如果十口逃跑呢 其实应该 应该能赢回来一些啊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一看啊 嗯 一开始输的比较多啊 我们手动模拟一会儿看一看 我们平均下注呢 因为有懒懒法的关系呢 我们差不多每次下注两百个 两百块的码啊 然后呢输了 基本是输一个码 所以呢 这个是还是不要怕的啊 这个本身还是在输的正常的范围内啊 这是我们期望得到的啊 好了 我们看一看呢 可不可以 呃 清零啊 然后我们这个模拟五百次 然后呢 把所有的结果和大家比较一下啊 把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输赢的这个曲线图啊 我们这个胜负的图啊 这是刚才我们的结果啊 我们把这个呢 呃 做出来啊 做几个一千靴 给大家看看什么效果啊 呃 等我做完的时候呢 请大家稍等啊 马上就把结果给大家看 好了 我们看一看 呃 呃 模拟了几个一千靴的结果啊 呃 这一千靴呢 呃 呃 我们平均驻马是2101 呃 我们输了129 呃 像我们说的根据抽水的情况 呃 呃 百家乐的话 差不多一靴牌啊 刨出去盒 大概是输一个基本码啊 呃 这个虽然是输了 但是还是在一个基本基本码之内啊 说明还是不错的 呃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呢 呃 到了2千 2万 然后呢 慢慢就跌下来了啊 这个呃 呃 从大概110靴的话 是一个斜线下来的 呃 这个呢 我们看这个图呢 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 它这个没有那些大幅度的上升啊 所有呢 呃 曲线呢 都是有这个锯齿型的啊 啊 跟我们以前看的好像 呃 不是特别一样啊 它这个锯齿 锯的比较厉害 呃 呃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100 一千靴啊 呃 平均每次下注211 这个基本呢 算下来跟我们的 呃 这个这个 基本注码的两倍差不多啊 因为它有四口之懒 它说了是175 呃 也是小于一个基本注码 呃 它这个图像呢 就 呃 一直是斜着下来的啊 呃 清晰度跟那个 我们之前看那个差不多 我们注意到的是呢 也有大量的这个锯齿 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呃 下面再往下的呢 呃 呃 平均注码还是210啊 我们可以基本确定 这个打法呢 就是 每一口平均下 200块钱 呃 它这个呢 输了6000 还是不错的 基本可以说是 是赢了啊 呃 我们看这个图呢 它 最高可能打到了7万 呃 跌回来 又打上去 打到了5万 然后就 就大幅度的跌下来了啊 呃 即使在我们 打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看这个图形 也看到很多这个锯齿状的啊 呃 没有说是 一条直线下去 或者一条直线上来 呃 每学124 啊 这个也是 呃 上来打了一点啊 这个 跟以前的曲线一样啊 一个倾斜度下来 是锯齿状的 呃 好了 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想呃 强调一下 这个结果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啊 止盈之损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呢 观察了一下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 它这个曲线下行的时候呢 呃 或者是上升的时候啊 都是有 非常明显的锯齿状 呃 不像以前的那种 呃 长盈长输啊 比较平滑的曲线上去 呃 它都是这种很大的锯齿 呃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 啊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方法的本身呢 在短期内 不会说每一曲都赢 或者每一曲都输啊 呃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可以得到一个启发 呃 这个方法呢 虽然是在短期内 是正当下行的 这个是百家乐的规律嘛 我们这个不管 但是在一定 一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 合适的反打 呃 我们看这个 随便找出个曲线看啊 呃 一般没有说这种 两靴 三靴 四靴 五靴啊 完全是大量的输钱 或者是完全大量的赢钱 呃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个 五靴赢啊 五靴 五靴输 五靴赢 赢的可能没有输的多 所以震荡下行是这样 所以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绝对适合这种 呃 我们前两靴 呃 跟着这个前三手打 然后呢 后两靴呢 跟前三手反着打 好不好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 呃 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我们以后也可以测试测试 测试 好了 这一期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啊 以前几个朋友他要我做的模拟呢 我现在都做好了啊 我会慢慢的都给大家发出来啊 谢谢大家